妳現在是全台灣 就是魔性笑聲最迷人的女孩了 謝謝 謝謝妳的鼓勵 不客氣 我會持續我的魔性笑聲 要要 一定要 帶領大家 前往魔性笑聲的世界吧 我是不是又搞笑 對不起 剛才看妳那個很可愛的MV的時候 然後他們說 啊 女生好可愛喔 她跳舞好可愛 她硬戀的 她硬戀 對對對 她是硬戀的嗎 我沒有硬戀 其實我很喜歡跳那種的 就是可愛型的 對 但是因為 知道自己已經不年輕 不要這樣子 跳這種舞 就是 自己有點尷尬 哪會尷尬啊 就是自己看了尷尬 跳的當下應該很開心吧 跳的尷尬是 挺爽的 挺爽的 真的 然後這次 欸 歌手可以講爽嗎 可以 妳什麼都可以說 妳是那個 就是 妳的人氣已經就沒有辦法用一些 世俗的眼光來評價妳的語言 我現在不能做音聲啊 妳現在是正音聲 對 我現在被唱片公司 一定要說 妳去外面一定要說 我是歌手 我是歌手 對 講到我自己都很心虛 不會啊 妳不是 這件事妳也想了30年了其實 也是 然後算是一個圓夢的開始 在那個2019 真的耶 好感人喔 我覺得是耶 第一張耶 第一張耶 而且是專輯耶 專輯耶 快點拿起來給他們看一下 快點 快點 沒開玩笑耶 對啊 不是單曲耶 還跟張簡軍偉耶 張簡軍偉耶 然後主打該自己寫歌詞耶 他自己寫詞耶 真的很省 天啊 我真的是斜槓青年耶 有有有 斜槓都不得了 妳現在是全 就大概是全台灣就是 魔性孝生最迷人的女孩了 謝謝 謝謝妳的鼓勵 不客氣 我會持續我的魔性孝生 要要 一定要 帶領大家 前往魔性孝生的世界吧 哈哈哈哈哈哈 過選 欸 我是不是又搞笑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是歌手 鄭英森 對 不好意思 他今天是歌手 他今天是鄭英森 不是英森 所以我們要問一點 就比較感謝妳 自信的事情 說句實在話 籌備一張專輯不簡單 然後找到了 有人願意給妳這樣的應援 然後讓妳當很強大的靠山 還是這麼大一家唱片公司 我相信那個過程 妳應該也做了很多的妥協 跟很多的周旋 然後妳為什麼願意 花了這一段時間出來 然後暫時跟妳的一群好朋友 暫別一下子 然後自己出來闖蕩 其實我沒有暫別啦 就我明天還要去拍 我們群人的廣告 但妳在發片的時候 就是自己出來要宣傳這件事情 真的是有一點點 比較孤單 很沒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 她平常就幾個人坐在這一起嘴 但是現在就只單單我 如果我不講話了 這還沒有很尷尬 妳有看到她真正的那個樣子嗎 旁邊其實都是星球 所以這也是我鄭醫生兩個小星球 哦 對 兩個星 我一星可以多用 我懂我懂 妳腦袋裡面有80幾個小宇宙 真的 不只這兩個 還有頭上這兩個 有有啦 然後妳眼睛又兩個 嘴巴又一個鼻孔又兩個 我整個人都圓的 也都圓的 都圓的 相當圓滿 整個看起來就是一種很 相當圓滿 有啊 幸福感 但是妳在寫這歌詞的時候 妳已經違背了妳人生真實狀態 妳已經不需要暗戀啦 什麼 我就說 妳這首歌不是暗戀萬歲 暗戀萬歲啊 想著自己學生時期暗戀學長的時候 那個心情 妳這樣還好意思 在這種時候在講這種事情 那妳有考慮過人家的感受嗎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會這樣想 因為這首歌就是很年輕化嘛 所以 我就要把我當初最真的自己 還很單純很純真的那一面 把它寫出來 懂 妳自己去問現在的實習生 不然就是大學生 是不是 現在喜歡別人都是這種心情 應該是他們第一次喜歡人 每個人第一次喜歡人 應該都會一點點是暗戀的感覺 可是沒有 以前是很單純的就是 只是我只要遠遠看著妳 我都很開心 對 就是那種很純愛的 但妳現在這把年紀怎麼可能都 讓人家就很開心 這還蠻有趣 妳因為再播一次嘛 因為他們可能剛剛的鏡頭沒有戴好 這個年紀怎麼可能還 好好cue我 媽媽 妳人就這麼親切 這是那個鄭英生小姐 歌手鄭英生 今天送給大家喜歡他的人 或是在每個自己 人生路上認真在前進的人 他想要跟你們一個小小的小分享 妳自己來說這件事 這是夢想金句 就是我都會跟人家說 只要妳肯努力 只要妳敢改變自己 就能夠實踐 妳的任何事情 妳是常在簽名就是這樣很正楷的簽嗎 不是啊 妳今天真的很有誠意耶 喔對 這是 喔妳要的是那個簽名啦 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要 我們要這個 這個才知道說到銀行去的時候 要做什麼簽名 欸 對耶 是不是 我要改 我要改 都沒有 開玩笑了啦